卫福部今天再度公布了高雄市瑞生实业社卖的纯黑麻油检验的结果 经过比对和资料库不符要求下架 移送检方调查 而实用有一再的出包 要求卫福部长邱文达下台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 今天卫福部官员很心疼的说 邱文达常常一天工作18个小时非常的辛苦 这种事情是传说 一切都会有人调查 食药署上礼拜的乌龙公文事件才刚落幕 如今却被立委爆料 当初其实是部长 邱文达叫人下架的他们赶紧澄清 同时也表示部长工作认真 绝无懈怠 我相信他一天可能工作18到20个小时 或许是我们幕僚做得不好 或者是不周到 或者是回答的不周全 让你们有所误解 那这个的话 有部分是应该我们要来承担的 驳斥外界传闻同时也强调部长认真尽责 但是几家大厂顶心服帽先后出包 顶心更被查出 产大桶油的时间长达六年 卫福部一个礼拜前 明明查到油品有问题 却不公布 被外界质疑 根本隐匿 而微福部查验76件号称百分百纯橄榄油行动中 高雄市瑞生实业社的纯黑麻油则是在爆出一件不合格 我们发现他这个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 还有给的资料有不一致的地方 这间麻油行同样签了切捷将移送减掉 继续侦办 而卫权集团缠大桶油 面临的不罚所得赔偿 北市府还在研议初步估计至少好几亿 油电TV林化吴登丽台北报导